好幾座太陽花 要送的對象是行政院長蘇貞昌 上頭還有題字 寫著刑部邮禁 政亂至為 願找名查 爛戲脫棚 原來是藏頭師行政院爛 這是國民黨主席 江啟臣送的花欄 一個表達名義 表達心聲的人 表達意見的人 你跟他意見不合 你就給他送警察局 然後有的要被送法院 送檢調 我們是警察國家嗎 我們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人民的言論的自由在哪裡 日前朱學恒送白色花圈到衛福部 被說向告別式花圈觸眉頭 政府更以妨礙公務傳喚他 讓江啟臣看不下去 分別送花欄給蘇貞昌以及朱學恒 但是網友發現 江啟臣寫給蘇貞昌的那兩個成語 刑部邮禁 政亂至為 似乎有稱讚的意義 要酸人卻誤用成語 他如果要故意看不懂的話 那只能證明四個字 行政院LINE 他如果看完還要硬拗的話 那再送你四個字 填補支持 成語有沒有誤用 江啟臣沒有正面回應 我們請來中文老師來解答 行是走路的意思 竟是小路 那走路不走小路 所以這個成語呢 有光明正大的意思喔 另外呢 他下面有一句話叫做 正亂至為 那有人問說 這個也是讚美嗎 如果你這裡也要用古文的方式 叫做正者正也 輪宇有提到 正就是端正的意思 那你如果能夠端正這個亂事 治理目前的圍困現象 那是在讚美這個人 中文老師補充 如果一定要用行 開童的成語 可以用行己有恥 意思是勸導對方 可恥的事情就不要做 一首藏頭詩到底是批評 還是稱讚 藍綠各自解讀 华宇新聞楊格 黃銀成台北報導 請您繼續鎖定 環宇新聞網 以及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並且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接收更多全球新聞報導